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 Hub 上個星期PS5終於在全球開賣 但原來在各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新聞 不如今個星期又跟大家看看各個地區的最新情況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為大家帶來 那個星期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跟大家看看那個星期的遊戲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Here guys, I have an ad for you! 全新香港玩具購物網ToyC 上網一按,模型玩具送到你家門口 即日起一連五日進行感恩節大激賞 全店玩具品牌包括Bandai、Sanrio、Disley都在做優惠,第字五節 27號還有Black Friday限定商品限時搶購 現在買滿300元還可以免費? 還不快點點來買東西? 看完贊助影片買完玩具啦 是時候即刻看新聞 上個星期大家就搶完PS5啦 有人搶到,但絕大不款的朋友 又搶不到又買不到又訂不到 Sony粉絲就說 哎呀這班玩家開始生安伯咒 開始為PS5 鋪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吧 有玩家就發現 印起PS5 手掣上的 Logo 竟然為置中 今集玩看上去 Logo 的確偏左了一點 有些自稱愚美主義者的朋友 一見到這裡就轉發兼投訴 就說 哎呀這台PS5的QC真是好差啊 同一時間外國有從事設計工作的朋友就說 這個可能是字形上每個人間距的視覺錯覺而已 但不知是否最近因為太多人買不到機 大家火滾的關係 另外一個設計師就立即下載了圖來Battle 然後用繪圖程式去量度一量 哇!兩邊總共拆了4個Pixel 4個Pixel 真是麻煩你了 我早就叫了你們 哎呀不要炒價買第一批機了 不過如果你是炒價的話 你可以換轉一個角度想一想 哇!這個瑕疵初版 10年20年之後 分分鐘可以買到好價錢 如果你想買一個好價錢 香港人頂多買一兩部 買到10部都已經賺到笑了 在英國有個商家就將這個商機無限放大 英國的網站Crypt Chief Notify 就是一個專門幫大家搶一些特別商品的平台 事實很多時候大家會上網買衣服、波鞋、電子用品 不過大家都知道 一小時相關的網站就一定是死機 除了是突如其來的人流之外 亦可能是有大量的機械人即Bot 跟你同一時間搶購 這個網站每月只要定時交月費 手機程式就會提醒你參加電競 要說我速要反應 贏了一個獎品 這些網購叫做電競 我想我都不是第一個了 裏面有資訊就是跟你說相關產品的資訊 更加有產品的潛力等等 令到你就算不是潮人 都可以透過潮物賺錢 到你買到產品了 你想用也好賣也好 這都是你的選擇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時在外面的店舖買電子產品的時候 定價比原價高 除了因為有部份商店想賺取更多的利潤之外 有時都是因為批發商 批發商有時會在一些新的熱門產品推出的時候 將部份以前賣不去的貨品 作一個菌綁式的銷售 這個就是我們坊間俗稱的食骨 即是豬頭骨 而今次香港地區 我就收到風了 有類似的情況 消息指 今次零售商如果要買PS5 首先要綁PS4 Pro PS3 R 以及雙位數字的十分神作 對 Last of Us Part 2 整個賓道的價錢 消息人士指不方便公開 但如果你就算成功賣完所有豬頭骨都好 PS5 都起敗要6000元一部 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問到我 他們就說 希治閣,你猜猜最快何時有正價的PS5 賣到? 暫時除了官方渠道外 如果你要買正價的PS5 我相信你可以叫政府支助你 又或者跳一下老母 都有機會 其實食骨的情況又不只是香港有 馬來西亞都一樣有 不過商人就將有關的概念 直接套到最終的顧客身上 馬來西亞的平台Gamer Hideout 他們就有一個類似食骨的銷售方法 如果顧客要買PS5 就要在他們那裏買一個特別的Bundle 除了PS5 之外 還有三款的Mystery Games 以及一個其他產品 賣單就要3000多馬幣 賣單都差不多6000元港幣起跳 這個做法當然引來很多玩家的不滿 Sony 亦有提到 其實商戶是不可以用這種PWP 綑式的銷售方法 起初Gamer Hideout 都沒有理會 不過去到最後又玩家向Sony 投訴 Sony 亦表示即將會採取有關的行動 其實最近全世界PS5 都沒有貨 日本方面有消息說 其實現在開始連周邊產品都開始炒 特別是耳機方面 如果我是你,不如等一等 一來等價錢回落 二來等另外一批QC 再好些的貨品出來 到時才買都未遲 今集的Game Hub 就來到這裏 喜歡的請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如果你在網上看到什麼有趣的新聞都可以PM我 我是希致閣,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